在南門市場裡 有一家開了一家子的老店 總會不時傳出木桶 敲擊的節奏聲響 這就是製作正統水蒸松糕的經典景象 傳統松糕的原料 它是用糯米餐再來米粉 要綜合 可是因為台灣的米好 我們就改用了蓬蘭米 我們第一次把蓬蘭米洗乾淨 然後把米晾乾 然後開始抹粉 再加水去調配 再去過篩 就可以做成松糕的底粉 它那個甜粉那個技巧 不能去壓 可是也不能太鬆 所以他們在那邊輕輕敲的時候 可以敲幾下 他們自己都要去拿捏到 松糕要鬆得恰到好處 這可是考驗著師傅的功力 是否了得 從老上海時代傳承過來的 松糕技術不變 但因應時代需求 不僅在尺寸上出現了改良版 在口味變化上 也增添了不少新花樣 因為你做大的話只有一個口味 那做成小的話 你就可以不同樣的口味來品嚐 我們以外皮來說的話 是以七種 那裡面的內餡口感的話 應該是四種 比較傳統的豆沙 然後再加上一個新的小朋友試吃的話 就有巧克力的 家鄉的滋味並沒有因為時光的流逝而消失 反而是越長越有深度和品味 一個成功的松糕可得具備這些條件才能過關 你一定要好 不能拿到那種成年的舊米去做 第一它一定要有米香 第二它吃起來那個松軟Q勁 簡單你吃下去 松糕會變成像年糕一樣 松了一吃就全部散掉 家中擁有這樣別具歷史和意義的上海糕點 對於第三代人家倫來說 接班與否還真是難以抉擇 在他內心增長無數次之後 還是決定要為愛承擔 我們那時候其實是在2012年到2015 我們出國去念碩士 那其實在出國前 他還是跟家裡說他不想接 因為他覺得他還是想做設計這件事情 其實在國外其實他 雖然嘴巴說不接 可是他其實還是很關心 每一年快到過年的時候 或是年節 他總是一直打電話回去說 很忙啊不要忙太晚啊 從南門市場到迪化街 第三代接班人任嘉倫 和先生鄭匡佑 完全顛覆了大家對松高的既定印象 他們跳出了傳統的框架 走出屬於年輕世代的新道路 進到店裡面來 其實你可以聽得到 甚至聞得到松高的味道 敲擊的聲音 然後熱騰騰的 這邊跟市場不太一樣 就是說我們希望把松高推廣出去 那以前傳統中只有圓的 圓的這一路敲過來 已經敲到了60年了 那到我們手上其實我們說 其實藉由現在的科技 然後包括對於我們的背景 是學設計的話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可以結合 我們希望說在中式糕點 它也可以像日本和果子一樣 有那個方向可以繼續往前進 那當然我們 這是我們的目標 那我們也希望說 中式糕點也有它精緻的部分 可以去凸顯 對 鄭匡佑和任嘉倫運用設計專業 打造出全新觀感的溫暖空間 而在松高和外觀的口味上 更是琢磨了許久才做出理想中的新模樣 米的話其實在我們新用的米 大部分都會去 都會用台灣在地的米 甚至說藉由推廣這個米 讓大家認識說 我們很多其實像我們用的紅梨 紅米 那些東西其實都是還蠻年輕的 第二代的子弟回來投入農產業 像在大道成這邊就是 特別就是跟葉靖八合做 甚至說我們用的砂糖是前面 佈置山中他們自己做的手工砂糖 這些東西其實是希望跟這個區域有一些互動 我們希望在這個街區 有專屬這個地方的點心 和左林右舍一起打拼 大道成又蘇醒過來了 尤其是敲松高的特色聲響 喚起了老一輩的記憶 也讓新一輩眼睛為之一亮 其實敲的上面一開始是難度還蠻高的 因為我們從原型變成四花瓣五花瓣 爸爸就跟我們提醒說 它的重點在某些角度上 你必須特別注意 所以其實我們反反覆覆在製作這個模式 我們就已經做了二三十個 重複一直在刻一直在試 因為唯有敲出來那個瞬間 才知道說這樣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造型也是看敲出來之後 漂不漂亮 所以在它的節奏上 也要一直不斷地調整 在大道成這個新舊融合的文創區 也是將台灣糕點 推向國際的重要舞台 因此透過季節限定的好滋味 更能讓觀光客直接認識 是當令的寶島好食材 黑米其實它並不是糯米 它其實是蓬萊米的一種 那它的外殼是黑的 但裡面還是白的米芯 所以其實我們在 後來那時候我們就覺得還蠻興奮的 因為說這樣子磨起來 做起來的效果不知道怎麼樣 伸手的素面 其實它就變成像淡紫色 對 那淡紫色這個顏色 我們就覺得這個也是還蠻好看 很像秋天的這個顏色 然後那時候我想到說 秋天有什麼樣的餡料 會讓我們想吃 就是他們想到的是 湯草栗子的栗子 就像在松糕上施了魔法一樣 變身後的傳統糕點 多了一點優雅 多了一點內涵 但不變的是 松糕與人們所連結的 那一份溫度和情感 將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好